周杰倫近期在大陸展开巡回演唱会 12日至15日来到了上海场 他依旧带来许多经典好歌 让歌迷们兴奋不已 然而15日他罕见地唱了为蔡依林创作的歌曲倒带 当场有男歌迷点歌希望偶像能唱倒带 他表示在2004年周杰倫的演唱会上 见他唱过 但是因为当时自己太小没有钱能到现场看 因此许愿想听倒带可以骂 没想到周杰倫想了一下后面爽快答应 让全场粉丝嗨到不行 看到该片段的网友纷纷表示 2023年了我还在刻双J恋 怎么办又谁能懂啊 双J粉落泪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